2014年9月,犯下夜店杀警案的重刑犯易宝红 获准进到了外衣间服刑的消息曝光后 不只造成基层远警与民众不满 也成了各党总统参选人攻防话题 引发讨论,至于外衣间的临选标准是否太低 事实上早在去年8月,台南发生另一起杀警案之后 外衣间制度的检讨声浪不断 法务部就立即修正外衣间条例,将领选条件从严 知草案送到立法院快要一年,却迟迟未审查 问题出在哪?而外衣间的领选标准 究竟应该从严还是放宽呢?带您一块来了解 后来得知夜店杀警案一保红 目前在服外衣间真的觉得白死了 夜店杀警案的红龙柱上采集到他的指纹 一直被认定设有重邪 他并不是只有单纯处理说修法很容易 或者是修法一两条而已可以解决掉 因为夜店杀警案被判9年有期徒刑的易保红 入肩服刑3年半后,破准改掉外衣间 消息曝光后引发基层远警不满 郭台铭、赖清德、侯友宜纷纷痛批法务部 民众更质疑 杀人犯为什么能转送外衣监 爆装 5 6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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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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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高墟內的監獄是另一個世界也是一般人的禁地 但是也有監獄,是這個模樣 坐落在鹿寮西畔的這棟歐式建築,是台灣第一所外藝艦大陸武林外藝監獄 没有围墙少了蛇笼 在这里 受刑人不需要戴上手疗脚铐 也不必一个口号 一个动作 我在来厅 19年 19年 我承报外医间 中共报告 因为我们的行级更长 比较无法 因为我们审查外医间的标准都比较高 都比较高 你要来的受刑人的同学 都一定就是要 你如果没有他几分 做到三个月没的 整个表现之后 不错三个月没的 才会过来 依照规定 外医间受刑人 每天必须工作八小时 而大部分都是务农 做工这种 劳动性较高的苦力活 我们所分开关系的模式 是譬如说 今天我们摔同学 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你就交代给你们去处理 给你们去完成 比如说要政策 要除草也好 要什么也好 你们就是都去完成 偏向你们去完成也好 所以变成有点有 这种感觉的模式 比如说就是 你自己本身就要做得好 一般间的话 它是采高度管理方式 然后是属于封闭式 然后又局限在一个厨所作业 所以说相对的 他们管理上会比较一板一眼 外医间的话 它是采用开放式的管理 然后四周都没有围墙 然后他们的居住环境也都相当的优美 他的生活设施也比较具有人性化 居进在一般的监狱里面 其实他是比较拘束的 来到外医间以后 我看到这边的受刑人 其实他们都很主动的 我是觉得他们乐在工作 他的面部表情其实是比较 比较有笑容的 这是两者的差别 外医间还有另一项特点 就是允许受刑人在假日返家探亲 而受刑人的配偶与直系亲属 每个月也能申请一次到外医间 与受刑人同住 在这边让我们就是可以 跟家里面的人更多的接触 因为这边有返家探室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说 有一定的时间点 可以跟家里面的人培养 过去没有的亲情 大家来到这边就是要快到社会 要快到家庭 所以他来到这边 大家又怎么累又怎么累 也要来就是因为这些缩人 可以让我们用家里的家庭来 相较于外医间 一般监狱的目的 就是要惩罚犯罪的人 而也因为受刑人被关在 完全封闭的监狱 跟社会严重脱节 出狱后反而容易衍生 再次犯罪的问题 如果你是从闭锁监狱 什么都听一个命令一个动作 突然之间一回到社会 请问你承受不了吗 你承受不了 对不对 你承受不了那你到工厂去 老板说你做这件事情 你就下一步呢 应该按按钮吧 脚踏天要踏下去吧 这样一步一步就这样交 那这样的话干嘛 他马上被开除 被开除他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怎么办 让我再犯罪 目前全台有三所独立外衣监狱 三所男性外衣分间 以及三所女子外衣分间 九所外衣间加起来的总容额 大约两千人 因为名额有限 受刑人要到外衣间 必须先透过申请 申请通过后 再根据外衣间条例的领选办法 挑选受刑人到外衣间 继续服刑 我们在设置外衣间的时候 有两个考量 第一个是考量到 家属的接见权 能够就近探视 那另外也要同时 考量到性别的平衡 然而看视利益良善的外衣间制度 却因为2022年8月 外衣间受刑人林姓武 返家探亲未归 逃亡期间杀害两名原警 以及涉嫌在夜店杀害原警的 易宝宏 也在服刑三年半后 转送外衣间 两起事件引发民众 对于犯下杀人罪的重刑犯 为什么可以进到外衣间的疑虑 其实外衣间条例 领选标准 本身就有排他规定 性侵犯 毒品犯 暴力犯 有逃脱前科者 都不能列入领选名单 而法务部之所以会以罪名 作为排除依据 得回到2002年的戴文庆事件 破判无期徒刑的受刑人戴文庆 在78年因为犯下计程车 驾驶凶杀案 陆间服刑 却在13年后重蹈覆车 20年前正在花莲自强外衣间 服刑的受刑人戴文庆 就是利用返家探亲期间 犯下性侵杀人罪 为了避免憾事再次发生 考量受刑人的再犯风险 以及民众安危 法务部当时就把 外衣间条例的领选标准 修订得更严格 许多重刑犯被排除 导致领选制度执行下来 外衣间受刑人大多以 政治经济犯贪污诈欺犯居多 这样的结果也让外衣间 原本帮助受刑人 复归社会的目的与功能性 越显薄弱 你越来越修得很像是说 你只是在协助那些低危险 就是说比如说贪污 或是金融犯罪的受刑人进去 那其实就是让整体外衣间条例 它的目的越偏离 我们原本希望的就是说 协助需要有中间处于的需求的人 进到这个检索里面去 花很多的钱 弄很多的设备 借负人员进去 只服务少数的特权阶级 也不能讲特权阶级 比较特殊的最安全的受刑人 他没有发展的潜力 而且那些人一般来讲 他的社会联系都非常的强烈 所以他出去以后 他很快就社会复归 因为家里有钱 换句话说 外衣间在名额非常有限的情况下 不但没有发挥他的功能性 甚至被质疑 沦为达官贵人的俱乐部 面对外界抨击 法务部这十年来 逐渐调整放宽 外衣间的领选标准 结果又变成 曾经犯下杀警案 被判九年徒刑的易保红 以及涉嫌抢劫偷窃 被判八年四个月的林姓吾 这些重刑犯都能进到外衣间 我们过去这十年来左右 我们外衣间的领选条件 更低了 更宽了 然后罪名可以更多元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像林姓吾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可能就摆在已经符合选择 到外衣间的资格上 因为你的表现 或者是说你的条件已经符合了 看似多元有弹性的外衣间领选标准 再次因为易保红事件引发讨论 只是到底犯下什么罪的受刑人 才可以进到外衣间呢 目前外衣间领选条件规定 只要服刑满两个月 刑期累进处预符合规定 有圈毁时据 身心健康适合外衣作业 就可以提出申请 但值得厘清的是 一般人认为 轻罪的受刑人再犯率比较低 重罪的受刑人再犯率比较高 真的是这样吗 它会涉及到每个案内的不同 它的再犯的情况也可能不同 像我们熟知的 像这种酒驾 那它这个案内 其实在监狱里面 你可以去了解 它的再犯率是很高的 但酒驾它的刑度都不长 所以你的犯罪的刑期越短 它的再犯率就会越低 你这个不一定 要看你的这个罪名 或者是你的犯罪的形态而易 也就是说 重罪轻罪与再犯率 并不能成正比 那么用罪名作为 外衣兼领选条件的判断依据 显然不是最合适的方法 那你现在用罪名来看 我觉得这只是骗自己 就是有点骗自己说 这看起来都很漂亮 这些人出来都不会再犯 事实上不论什么样的罪名 每个受刑人都可能有逃脱 甚至再犯的风险 然而2022年 在林姓武杀警案发生后 法务部就立即推动 外衣兼条例修正草案 将杀警等重大暴力犯罪 增列为排除要件 送交行政院 行政院也喊请立法院审议 这份修正草案在立法院 将近一年至今尚未立法 直到最近有警察投书 质疑犯下杀警案的易宝宏 为何可以被转送外衣兼 引发各党总统参选人 关注与民众反弹 甚至有立委认为要修 一两条法条很简单 真的是这样吗 藏在立法院的法案 其实非常的多 一年并不是一个很长久的时间 它并不是只有单纯处理 说修法很容易 或者是修法一两条而已 可以解决掉 从个案来看修法 其实是不对的 当我们在看外衣兼的问题 其实是要从通案来看待 所以并不是说 因为今天谁进了外衣兼 造成大家觉得很生气 或大家觉得不应该 然后就立刻提修法 立刻来做修法 外衣兼以及我们的司法改革 是很严肃的问题 不是只有发生在个案的时候 就说我要杜绝这个 然后立刻修法 所以它不在于说 修了什么法而已 而是在于这个功能 能不能被发挥 根据监狱行刑法明文规定 外衣兼设置的目的 就是希望受刑人在出狱之前 能够做好 重新回归社会的准备 这里面是一种环环箱口 落落相残的一种现象 那如果说我们的立法委员 我们的监察委员 我们的社会民众 能够了解什么叫刑事政策 大家都必须要去忍受 这个必然要产生的风险 那你再去 为什么我们要忍受这个风险 因为受刑人如果能够 回归社会 变成纳税人的话 不再去犯罪的话 这CP值很高 过往的刑事政策就是说 把犯罪人好像关好关满 你最好都不要假 可是这个对他来讲是 无异反而有害 所以新一代的 我们讲刑罚的理念呢 它走向的就是 富贵社会 你怎么样协助他富贵社会 3 2 1 在总统的关注之下 目前朝野几乎倾向把 外衣监条例修正草案 快速排入立法院临时会审查 研判临选标准可能会再重严 只是回顾过往 总是因为一个个案事件 外衣监临选标准 变严变宽再变严 这样的司法品质 并非长久之计 没有发明 稍等权 2 3 小 7 9 100